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们有专人陪同 从船上逐一被送到登记中心 星期一的非法移民和赖民运送 标志着压制非法移民 进入欧洲的计划进入实施阶段 这一项具有争议的计划 受到人权组织批评 按照欧盟和土耳其达成的协议 抵达希腊海岸的非法移民 如果不符合庇护标准 就将会被遣返土耳其 每从希腊遣返回土耳其的一名非法移民 欧盟就会从土耳其接纳一名赘利亚赖民 这个协议的目的在于杜绝 勞经土耳其利润丰厚的人口就私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